国际明星防弹少年团成员田舅国 在大学毕业典礼上获得了校长奖 本月一日田舅国的母校 全球网络大学的学位授予仪式 在线上和线下同时举行 田舅国在此次学位授予仪式上 称为最高奖项校长奖获奖者 全球网络大学校长奖 是颁发给实践该大学精神的人才特别奖 没能参加毕业典礼的舅国 用事先拍好的影像 代替了校长奖获奖感言 获奖感言中 舅国介绍自己 是全球网络大学广播系 广播演艺系 以契纪学生 他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非常感谢授予我校长奖 这也有价值的奖项 我会尽全力成为后辈们 学习的优秀前辈 舅国对一起毕业的同学说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一瞬间 为了梦想和目标 像现在一样继续努力前进 舅国坚定了以后也会努力 为大家带来更好的音乐 和表演的雄心壮志 结束了自己的感想 粉丝们听到舅国 获得大学毕业和校长奖后的消息后 暴宜热烈的欢呼和祝贺 另外在世界范围内 享有超高人气的仿男少年团 将于10日 在蚕市综合运动场 主体育场举行演唱会 与粉丝们见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爱的寒舍 每日解说最新韩瑜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